好來我們來看題目 說有個假車跟一個椅車做出他的XD圖 或我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這個全部都不需要計算 全部都不用算 看圖就會了 看圖就會了 看就知道了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看圖就會曉得了 來 大哥帥哥或美女 這個叫做十三 十三號 美女 多少 C 你選C請坐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C 選項BC珠我等會要問你 選項BC珠我等一下要問你 這個標示出他的位置 你就發現呢 椅在前面假在後面 所以A是對的 所以不錯 但是我要解決BC珠的問題 要解決BC珠前 我再一次把前面跟你講過的keyword的重點再說一遍 等一下很多事都要做辦法解決 叫做 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 越大 再說一次 ST圖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於是乎停車戰界問 哪一個 為什麼你知道 你為什麼知道 他寫錯了 那為什麼現在是對的 第一個你怎麼知道他做等速度運動 這很簡單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剛才已經說了 你怎麼知道他做等速度運動 停車戰界問帥哥男 22 22 你怎麼知道他做等速度運動 直線 直線 請坐 ST圖直線代表的就是速度 它是斜直線 只有一條直線 從頭 ST圖直線代表速度 從頭到尾 只有一條直線 就表示 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個速度 所以就是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因為圖形是斜直線 我們這前面已經跟你講過了 LT圖斜直線就是 等速度運動 所以我就知道做等速度運動 因為它是條斜直線 OK 停車戰界問 P的速度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加比較快 來 暗示答案 P的速度 P點的速度 是平均速度還是順時速度 然後它要怎麼處理 你可以知道它比較快 你要怎麼處理 你可以知道它比較快 OK OK 你怎麼知道 來小女生 P雷五號 你也喜歡P雷五號 你也喜歡P雷五號 你這個P雷五號情有獨鐘 你都男生耶 一號 No.1 豬 你怎麼知道 加比較快 你公上 什麼線 你要做什麼線 你說線比較陡 要做什麼線 要做切線 請坐下 你確實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P雷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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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比較陡 藍色比較陡 藍色是誰的切線 藍色是誰的切線 假的切線 所以假的順時速度比較快 假的順時速度比較快 OK 假的順時速度比較快 所以做切線 因為P雷五號的速度 就是順時速度 順時速度是切線 看誰的切線比較行 那因為 以本身一條直線 所以怎麼線都是同一條 以是一條直線 所以要怎麼做切都同一條 沒有差別 所以呢 就 假比較陡 所以假比較快 所以假比較陡 所以假比較快 好 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他說 假車未曾停過是錯的 停過 你怎麼知道他停過 你有兩個方法知道他曾經停過 你有兩個方法知道他曾經停止過 請問你 你靠什麼方法知道他停止過 好 來 現在找一位帥哥 帥哥 帥哥叫三一 三十一 好 小老師 小老師 知憂的小老師大人 你有什麼方法知道他停過 他停得很好 他停得很好 果然之憂 講了一個比較 有程度的方法 好 有兩個方法知道 第一個方法 他原來 他原來在這裡 在T2之前原來是正方向運動 T2之後是負方向運動 本來往前走變成往後走 要從往前變成往後 中間一定要怎樣 停下來啊 你不停就一直往前啊 就不會一直往後對不對 所以你要從往前變成往後 一定要停下來 所以從向前走變成向後走 運動方向有改變 所以他一定會停下來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那種嘗試性的說法 嘗試性的講法 那小老師講的是一個比較有程度的講法 就是這個 切線 最高點的地方做切線 平的耶 平的什麼意思啊 靜止啊 所以表示 在那邊是靜止的 所以他有停下來過 在哪裡停下來過 在那個轉彎的轉折點 那個最高點 Q點的地方曾經 停下來過 平停下來過 所以呢 就表示速度是0 就是速度是0 就又表示他是靜止的 所以我有兩個方法知道他曾經靜止過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淋巴 同時針對練習淋巴所提問的一些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有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的 他的靜止有哪邊靜止 最高點的地方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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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畫切線 請記住 切線代表什麼 順時 待會我們還會繼續用到 OK